你怎么还来找我看呀 张宁姐姐 她还好吗 她今天早上不是找你去了吗 你还问我 没有聊几句 她就生气地走了 我现在不想跟你聊这些 把报告给我吧 唐氏风险基本排除了 我不会告诉她的 她以为孩子不健康 就一直都没有联系过我 但是我不会告诉她的 从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不希望你放弃一个 健康的孩子 他是那么顽强地活着 但是你要记得 他有一个很不靠谱的父亲 希望你和孩子 都能够独立生存 好好地活下去 要不要叫下一个 叫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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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一下吧 别笑着来 动了就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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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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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别哭了 你都跟上哭了两个多小事了 我舍不得这个孩子 他都会动我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失去过一个孩子 我懂 这个孩子注定就是不幸福的 有那么糟糕的爸 无论他离不离婚 我都不会原谅他 我失去那个孩子之后 我觉得女人真的挺难的 你想要孩子 不一定要男人配合你 你不想要孩子 男人骗你让你怀孕 女人如果没有子宫 她就是一个独立体 但是她有子宫 有时候好像就变成了工具一样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这个孩子生不生 怎么生 生下来怎么办 你不能全都依附于男人 因为孩子不是为男人而生的 你得想清楚 孩子是为自己而生的 我要自己想清楚 这个孩子 到底是不是为了自己生的 我们谈谈吧 我们谈谈吧